女孩交流大會 男生什麼行為算是渣男呢 你現在來做個開場 這個你比較懂 略懂疑惡 懦弱 懦弱算渣男 你會不會太苛刻了 沒有啊 不是等一下 有點怪 就是 懦弱出發點他的很多行為 就會是渣男 我知道是逃避的感覺 對 他不敢去承擔自己的作用 經理學的角度 對 經理學的角度耶 在感情路上 我有會遇到幾個渣男 把女生的心傷透透 不過小編很好奇 大家心目中的渣男定義是什麼呢 大家又遇過怎麼樣坎坷的故事呢 來看看網友的回覆吧 有空沒空 嘴邊都開黃腔 總是莫名其妙的關心 這哪叫渣男啊 尷尬 尷尬 應該我比較常開黃腔 罰我嗎 而且其實開黃腔也是看顏值啊 人帥裝有人頭性騷擾單 哦 對啦 就是那個人雜不大 中央空調不懂和異性保持距離 我就不算耶 他特性就是這樣 我記得之前很問過路人 就說你覺得渣男定義什麼 然後就有人說中央空調啊 就他們有些人是畫等號 就覺得你只要不懂得抱持界限就是渣男 但他們其實沒有見識過真正的渣 對 我覺得是耶 中央空調不負責任上完就好 真的很多人說中央空調 中央空調的部分 中央空調還藉口一堆 中央空調每一個女生都是好男友 有了女友還和很多女生私訊聊天 還下載交友軟體 是一個女人不夠想要多個嗎 是 是 他就想要多個 對 那真的是渣男了吧 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偷拍別的女生的腿 是變態嗎 是 是 是 渣男就是有了女友還到處去撩妹出軌 還不覺得自己有錯 最後那句滿重點 還不覺得自己有錯 這有些人是真的完全就認為自己沒錯耶 才會洗腦女生就是 他做的事情是合理的 就猶豫過那種洗腦對方 跟你在一起卻和異性沒有保持距離 甚至當著你的面摸著異性的頭 告訴他 到家告訴我 當著你的面耶 轉頭跟你說 我們只是兄弟不要在意 好可怕喔 不知道那個異性也是很 對啊也怪怪的吧 都太不會做人了吧 對啊好歹自己下在摸他 對啊 對啊 那你幹嘛摸他頭 因為有聽過有些男生會覺得就是把 另外一個女生當作自己的妹妹養照 我們根本可以接受乾妹感 不行 不殺 可能是乾妹的乾妹 對啊 那應該是標姐妹的吧 只是乾妹妹 那應該已經是標姐妹妹 跟別人約炮但還是說愛證供 約炮可以接受嗎 除非我們是遠距離 怎麼又除非我們是遠距離 那不然他要怎麼辦 他忍耐 一直曖昧卻不和你在一起 弱弱啊 他不想要承擔這個責任 可是不負責任啊 一直曖昧 我就要看曖昧到什麼程度 我真的就有遇風那種啊 死不在一起 然後還是會一直約我去睡覺啊 又要幹嘛啊什麼 那你要講清楚你沒有去 對我沒有去 我想說不要再貼智卷表現 已經貼了 跟你曖昧後突然又不怎麼理 最後發現他跟我朋友在一起了 這個不算扎吧 這就只是 這就是曖昧你試車的過程中 然後結果發現 對隔壁那台更好 還好這還好 只要對女生不尊重都很扎 這也太苛刻了吧 我也常常不尊重男生啊 交往前死都不讓我出錢 交往後什麼錢都不出 不帶錢包 然後一直讓女生吃事後 這不行 一直讓女生吃事後很過分耶 對啊你為什麼一定要 很傷身耶 那出錢這件事情 出錢為什麼反差這麼大 交往前硬要出 然後交往後不帶錢包 可是交往前的東西真的可可靠嗎 可是交往後也不能什麼錢都不出不帶錢包啊 就是他這個反差太誇張 那你覺得渣男在交往前會有什麼身重嗎 我覺得是必重就情 你今天問他一件事情 他可能就繞一個小彎回答 他想要講的 你知道嗎 逃避 對逃避型 那種會讓他 然後可能他工作做是沒有那麼上進 沒有那麼負責任 所以渣男就跟偏摘一樣 類似 很難躲 無可避免 你覺得放線算渣男嗎 你說就一次跟很多女生聊 對 我後來想想不算 因為在找愛的過程 對啊 你們覺得算嗎 但是大家會覺得算 等一下那一次跟很多人約炮呢 約炮是約炮啊 約炮他沒有要跟他這樣子 先去看醫生 先去看醫生 所以約炮跟渣是不同的事 在一起四年拿我的錢約扑約女人 平時裝窮活買販又付房租 要分手時 嗆我要去借錢還我 結果兩年過去我的錢問號 就是他就說 我去借錢還你啦 對啊 大不了我借錢還你嘛 結果兩年過去還是沒有還 但我也有朋友 他跟潛流在一起的時候還幫他買東西 然後是分級復古 然後分手以後 還繼續復古 放他復古 就是類似什麼電器那種比較貴的 他就是不想跟他聯絡 想說算你幫他把錢復古 劈腿加A錢加沒擔當 對就是我的前任 A錢 欸A錢真的不行耶 很重要的A錢 其他的不管這樣 欸你們有人就是 在交往的時候有會給對方錢嗎 我會 他就是會很寵對方 就是要你用錢 不是啦 沒有到零用錢的地步就是 他就給你車是什麼 買東西啊 對啊就例如說他很喜歡這東西 但他可能買不起 我就會想說好我就買給他 沒有我覺得真的神奇我要報一個料 就是他跟他前男友講什麼感 他是什麼車 機車 欸是他 對對對 我也是買不便宜耶 對啊 你是什麼當 沒有是他就當 對 你這樣這個年代還有人傻傻的做寶 我真的不知道耶 他就是會上那種社會新聞的啊 他會覺得你跑錢 一開始好像覺得是蠻感謝的 那因為我們中間就是 我當寶人沒多久我們就分手了 後來他又沒繳 結果才寄那個通知到我家 我才就是先借他錢去繳 其實就是他前一個遇到的家男 嗯 那叫他發生什麼事 可是買車是我們後來複合 結果他之前是劈腿 劈腿已經很嚴重了 然後還給我複合 所以氣死 然後複合就算了 還給我去當那個買機車的寶人 我真的覺得 家男是不是有什麼致命的那個吸引力 還是就是他會洗腦你什麼 就是我發現身邊很多人遇到家男 他們都會 他講話然後走不出來 旁邊就是已經覺得我們旁觀者清 然後對啊 對啊很生氣了然後怎麼跟你講幾次了 然後然後你就是難過的時候會來跟我們 我們這幾次我在被罵 對那難過 我們要檢討被害的 拍攝者不就好 生氣好不好 就是跟我們關係 那就是他們難過的時候就會來抱怨 然後你就會安慰他說 你真的不要再跟他在一起 趕快就是怎樣這樣 你就很理性跟他分析 然後呢他們就是 隔天就很好 對對對又說 然後可是我們今天很好耶 那時候你們在想什麼 我那時候就覺得 他有他可憐的地方 劈腿是他不對沒錯 但是後面 想要買車這件事情他有他可憐 想到自己嘴軟 想到自己嘴軟 因為這真的還蠻合的啊 他做了什麼問題 他很認真跟我道歉 那時候所有的事情 而且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是我不小心劈腿 我很認真的要跟就是 就是被我劈腿那個人道歉 我也會希望他給我一個機會 就如果我是很認真很真心的話 我會希望他給我一個機會啊 那我就為什麼當初要劈腿 劈腿那我不小心的錯嗎 對啦 你講一下那時候劈腿的狀況 那時候劈腿是 排在一起他就認識別的女生 然後認識之後他就用 一個理由跟我們分手是說 他覺得最近生活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就有點迷惘了 然後就說希望先分開 然後就 幫我上馬賽克一下 分手然後就說各自冷靜一下 然後我就說那你還有想要跟我們合 然後就說之後再說 就他就不把話說死了 可是他其實已經跟別人的女生 在一起 可是他還沒跟你分乾淨的時候 就跟別的女生已經很好啦 對然後也有跟他出去見面 然後被他發現 直接科男 我就發現他應該是有跟別的女生好 分手之後你可能發現他跟我們家已經很好 對 分手之後我才發現 對我才去找那些東西 那我早就覺得那女生怪怪的 朋友的話我早就 因為我們其實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其實之前的男朋友 我們都已經會一起認識 可是他那一任的渣男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我的直覺 我就是沒有很喜歡他 就是一個感覺 我覺得我雷達滿準的 大家是沒有渣男的話 我可以幫你們見識一下 就是覺得不喜歡啊 對啊 他這個故事之後呢 喔反正中間呢 我就因為自己發現那個女生 所以我就去跟那個女生說 其實就是我前幾天還有住他的家 你不要傻傻被騙這樣 因為我的女性正義臉 你知道就突然那個 我還陪他去跟小三吃飯 我還陪他去跟那女生吃飯 對然後 因為那女生其實也不知道 我們沒有分乾淨 就是他兩邊都你知道 兩邊都在安撫 就是跟新女友說 都是他在訪我 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把那邊處理好 我就好好跟你在一起這樣 然後跟我那邊又是說 之後再說再看看 然後可能有時候還是會跟我出去啊 或是我去住他的家之類的 很屌喔 然後 然後後來我就跟那女生 全部把時間對起來 我們講兩個多小時的電話吧 就全部把時間說 不知道他幾號還有這個 跟我這個對話 我截圖給你看什麼 然後那女生就說 剛屁啦 怎麼可能 因為他都跟我說 就是你在扮他而已啊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跟那女生當了朋友 哈哈哈哈 副頭者聯盟 我就跟那女生當了朋友 然後但是他們還是繼續在一起 我真的可以放下就是 知道你真的喜歡那個人 因為我後來也有跟男生就是對起來 就是說他真的滿喜歡那個女生 然後他喜歡他哪裡 然後他就真的很想跟他試試看 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說 喔好吧那你就跟他 那我就沒有再跟那男生聯絡 等一下 那他還在求負荷 但是他們在一起一陣子之後 他發現 他愛的還是我 我覺得 欸這個是 全場震驚 女生真的很傻 就那個 那個女生也是 就是他已經知道說 他跟前女友沒分乾淨 然後還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會狗狗地 然後他還是覺得 可是我還是喜歡他 我想要跟他試試看 我們那時候的關係就是 我跟那女生是朋友 然後他跟我前男友是情侶 但那女生就那時候 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他也會問我 就說 欸你之前跟他會不會這樣 但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 心胸非常開闊的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之前跟他好像沒有什麼這個問題 你可以試試看 怎樣的 你說床上的問題 不是 欸尷尬就沒辦法 問角度之類 之後復合就是因為 變得關係沒有很平衡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 之前是他劈腿嘛 所以就會變成可能我比較 在上位的感覺 但是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那樣的關係 不平衡 所以後來我就分辨 因為有點他在贖罪 就是做錯誤 而且你對他的幸運感會變很低 我們還有一個很荒唐的 我們那時候 我跟他 還有那個家男的新女優 我們還去那個家男家 對 我們因為 找線索 對 因為那女生就說 我那時候我昨天想有去他家 我還記得他桌上現在有什麼東西 除非他有收掉 他前男友沒有把他備份鑰匙收走 然後他就有找到說 欸還有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車就是 直接殺去他家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說什麼 他現在在上班什麼 所以他現在應該不在家 對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一起殺去 然後他還被他家的狗咬 我被狗追 我 他抓著牛哏 我為什麼會被追 因為呢 他去過那個男生家 他另外一個新女朋友 也是在那邊去他家 救他了他 就是狗抓到那個他們兩個人 然後他家的狗就是那個 超壯的那個鬥牛哏 然後看到 他就 然後看到這個 然後狂咬上來 然後狂咬他的腳 然後他就 他就鎖在旁邊說 啊 我這個鎖在腳 我就這樣 啊 然後我從此就在那邊看我大狗 然後重點是我跟另外一個女生 我一開始腳被咬 我腳真的被咬一個巴 然後後來他是 我坐在角落 然後我手走一直這樣擋 那狗就一直咬我這邊 我就是被這樣狂咬 我真的那個音域很重 你看那個渣男影響了多少 他我直接從來 完全不覺得狗可愛 你知道嗎 被咬爆 因為後來是有找到證據 可以讓那個女生 跟他證明說 他真的還有在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就也去住那個男生家 就是他同時是兩個人 只是他一邊說在一起在安撫 然後一邊說 關係還不確定 還沒好好結束 你留下來陪我嗎 你就讓他等一下嘛 我現在就想要 蛤 你要那個鳳多小 你是交過幾個男朋友 四個 然後被劈腿幾次 五次